海底两万里主要内容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卢勒·凡尔纳创作的长篇小说 主要讲述了博物学家阿隆纳斯、其仆人·康塞尔和鱼叉·首尼德兰一起 随鹦鹉罗号潜艇船长尼摩周游海底的冒险故事 在这部作品中,作者将对海洋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 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 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 《海底两万里》最先以连载的形式 于1869到1870年刊登于《教育与娱乐》杂志上 得到读者的欢迎 它所带来的奇妙的抑郁风情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